本文獲得作家顏順勾的授權 轉載自其的顏順勾Facebook 標題是 咸養身心是一生功課 內在強大可化解腐爛 講到咸養身心 當然不是疫境來了才要做的事 講一句不要聽的 等到疫境才來到咸養身心 可能是略延遲了 不過當一個人面對疫境而生精神危機 在彷徨苦悶的日子中 在精神上找出路 也不失為一種自我療癒的方式 咸養身心是一生的功課 從小到大 不間斷地建設維護自己的內心 這是在人生世上走一次 而不會百利一趟的必要條件 除了通過優秀的美術作品 來抒發內心的屈門 吸取世界美好的事物 來營養、培育自己健全的人格外 其實欣賞文學和音樂 也有同樣的好處 畢竟年輕的時候 讀過不少歐美日俄的小說 我相信自己人格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素養 來自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 好的小說不僅是寫歷史、社會 還寫人生 小說裡滲透作家本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那些精神元素 又沒有滲透西方思想 宗教和文化的傳承 你讀完一部小說 被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感動 被他們的精神境界感染 無形中潛移默化 變成你生命深層的積電 那就是你人格成長的過程 青少年時代 筆仔開始喜歡西方的古典音樂 雖然沒有人指導 但聽得多了 自己慢慢入門 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傳統音樂一比 人家是大樹 我們只是盆栽 古典音樂的豐富和感染力 是越往深處去 越覺得奧妙和宏闊 音樂圖野人的聲情 令你狹暗的內在世界 和宇宙的浩妙對接 澎湃時令你激悅 舒緩時令你沉思 令你的自我在模型中完整起來 現在回頭看 如果沒有年輕時一直保持下來 對於文學、藝術和音樂的愛好 我的一生一定有另一種樣子 當然這只是個人的生活體驗 要咸養身心還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每個人都可以因應自己的興趣和條件 去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 我的意思只是 只有追求真善美 以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 才能抵禦一切精神壓迫 不管你採取什麼方式去咸養內心 都要注意培養兩種基本的生命特質 一種關乎認知一種關乎人格 認知方面 我認為要養成好奇 質疑和信守的習慣 人格方面 我認為最不可或缺的 一是激情 二是自省 三是堅忍 人要對世界保持好奇的同心 先有好奇 才有追求知識的慾望 多動一些事 才多一份念力和智慧 人失去了好奇心 就會失去生命原初的動力 質疑是對好奇的補充 所有知識都是通過質疑和檢驗 才能成為自己精神的財富 當你的認知累積到一定程度 你對世界有了基本認識 你就需要足夠的定力 信守自己的理念 再大的磨爛 都不能摸去你內在的價值系統 人用一生的時間來鍛鍊自己的人格 激情是敢愛敢恨 可以以身相許 也可以侄惡如仇 激情就是一個人感性的最高層次 自省是一個人看待社會和人生的原點 人可以有激情 但激情必須以理性來規範 自省是理性的最高層次 至於見人 那是人生必備的堡壘 人面對惡劣的外部環境時 要有沉穩的內在力量 不能進就退 百折而不鬧 見人是在激情和自省基礎上修煉出來的 我不敢說自己的看法一定對 不如說 這是我活到今天對自己一生的檢視 我是這樣活過來的 我也會這樣活到最後 多年來我接觸過各種人 有些人有聽君一直說 性讀十年書的驚喜 有些少接觸就會覺得他言語佛味 面目難堪 有些人不善言詞 但你偏言隻語皆由心做 有些人長袖善武口若軟河 但內裡洶洶 每個人一生做的功課不同 做出來的那個人也不同 有無鹹養身心決定一個人生命的特質 也決定了他面對逆境時不同的取態 尋上日子裡的朋友大風大浪來了 內在的醜惡暴露無遺 那時你會奇怪 為何居然和他做了這麼久的朋友 反送中運動初期 我和亞洲周刊的兩個人絕交 就是這個道理 有些過往的朋友現在都不往來了 只因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各自做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人之初無所謂善惡 善惡都是社會賦予你的 亦都是你自我修煉的結果 你有凡事取捨的自由 但一取一捨之間 在在關涉自己生命的養成 有些人坦然面對暴政 有些人就貴貼權貴而面有得色 你只要暫值身子才有足夠的高度 去鄙視腳下的小人 涵養身心做一生的功課 活得自在 活得自信 活得有價值 這是我對大家的祝願 不管順境逆境 希望大家都居高臨下 處變不驚 本文僅代表作者的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的立場 動辭